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汉景帝弄了一些西域梨 这西域梨虽然个小色黄而且还奇形怪状 但是口感却特别的好 而且据说营养价值极高 吃了它不但能起到增白养颜之功效 而且还有颜年益寿之疗效 都说物以稀为贵 因为数量有限 汉景帝分别给每个贵妃 只有十个礼 按理说十个这样的礼 也不算少了 但丽妃却有话要说了 她说少护在太少也 有其母必有其子 她的大儿子也就是太子刘荣 因为母亲的感叹 她也有话要说了 她说妾梨不算偷 原来这西域梨很符合丽妃的胃口 再加上她急于美上加美 因此这十个分来的西域梨 被她三下五除二的就解决了 她的三个宝贝儿子 不说连口福都没有 就连一宝眼福都成了奢望 事后丽妃也很过意不去 她的三个儿子虽然还小 但好歹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特别是大儿子 那将来是注定要当皇帝的呀 因此她给三个儿子许下了诺言 改天再向汉景帝借几个梨来 让他们尝尝馅 可是丽妃不会料到 没吃到梨的刘荣 却一天都不能等了 一万年太久直征朝夕 这西域梨既然这么好吃 我一刻也等不及了 于是承妃的儿子刘渝 就成了倒霉鬼 话说承妃虽然也极需美容 来增强自身的实力 但她却没有丽妃做得那么绝 独吞了十个西域梨 而是分给她的几个儿子吃 刘渝拿着西域梨 是如获至宝一般 在手里边捏了又捏 闻了又闻 就是舍不得吃 于是拿着梨边蹦边跳 小小的身影跨着欢快的步伐 在皇宫的后花园里穿梭着 突然她停下脚步来 眼睛盯着花圃上一只绝美的蝴蝶 呆了半赏 她下定决心做一件事 那就是去捉住这只蝴蝶 她放下手中的西域梨 捏手捏脚地朝花圃走过去 渐渐地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了 眼看那只金黄色的蝴蝶 就在她小小的头顶上了 她屏住呼吸 身子猛地一跳 小手直奔那只蝴蝶 可是她毕竟人小啊 高度有限 她一跳 那蝴蝶受了惊吓 早已经张开了翅膀 朝蔚蓝色的天空飞去了 刘渝垂头丧气地跌坐在地上 只能目送那只蝴蝶 消失在自己的视野 正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一阵沙沙的声响 哎呀 这花丛里莫不是有毒蛇吧 刘渝一下子跳了起来 却听见花丛外边 同样传来了妈牙一声 谁 刘渝钻出了花丛 寻声看过去 但见一个小孩 同样愣愣地看着自己 手里边还拿着半个蝴 这蝴又小又黄 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太子殿下 原来是你啊 你怎么 我的蝴 刘渝发现自己放在地上的蝴不见了 马上就意识到什么了 啊 来人正是太子刘荣 他先前看见刘渝拿着一个西域里满世界的奔跑 好奇心让他一路尾随着他 后来见他去捉蝴蝶 他见了那金灿灿的西域 就忍不住上前捡了起来 捡起来倒也罢了 如果他能充分发挥百米冲刺的长跑精神 及时地离开 那么这个偷离行动就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后面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 但是小刘荣的控制力毕竟有限 他被梨的清香给迷住了 忍不住咬了一口 那是入口生金啊 于是忍不住又咬了一口 接着也就不客气了 站在那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一吃不打紧 那沙沙沙的声音就惊绝了刘鱼 此时刘鱼见黄兄偷吃了自己的梨 自然不愿意了 他怒目远征地质问着 你怎么偷吃我的梨 那个我是在路上捡到的梨 怎么说偷呢 此时刘荣的那张脸 红的就跟通红通红的苹果似的 明明是我放在那儿的 你明明是偷的 那个 那个 窃离不算偷 明明是偷嘛 你不要脸 结果可想而知 随着双方火气的升级 等怒骂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只能依靠武力了 开打的结果就是 两败俱伤 刘荣和刘鱼没有分出胜败 做大人的自然不会不管 于是这次争离事件 最后演变成丽妃和成妃这两朵金花之间的对决了 丽妃一来仗着汉景帝的宠爱 二来有太子他娘这个颇具实力的称号 眼看儿子受了伤了 就来了个大闹成妃的曾成功 而成妃这朵千牛花 虽然风头比不上王志和丽妃 但好歹名列汉景帝后宫 明花谱第三的位置 明明他的儿子偷吃了自己儿子的礼 现在反而来兴师问罪 未免也太小看承谋人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的牛劲一上来 接着就上演了一出女人对女人的好戏 两个人先是互相对骂 对骂平分秋色以后 接着就对打 女人打架一般都不用拳头 而是用鹰找手 结果你抓烂了我吹痰可破的脸皮 我扯掉了你乌黑亮丽的绣发 而且两个人身上穿着的价值不菲的衣服 也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片片凋落 看来果然是一场棋风对手的大比拼呢 两个女人半斤对八两 PK的结果和他们的儿子一样 两败俱伤 两个人没分出胜负输赢来 袖手旁观的王志不干了 他及时向汉景帝做了汇报 汉景帝一听是怒发冲冠 都是有头有脸的后宫名画 这么闹下去成何体统啊 于是他当即表示 要治两位贵妃的罪 照理说呢 这正是王志想要的结果 但王志并没有趁势火上浇油 他反而当起了何氏佬 对汉景帝进行了耐心的劝导 他的话归纳起来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冲动是魔鬼 儿子是母亲心头的一块肉 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儿子呀 眼看儿子伤成那样了 丽妃一时难免冲动 大闹曾成功 从而造成了这起打架斗殴事件 这也情有可原 第二个呢 知错能改 闪莫大眼 他说谁不犯错啊 关键是知错能改就行了 王志就是王志 这招果然厉害 他首先把责任都归到 丽妃一个人身上 然后再假惺惺的来求情 汉景帝听了他的话 最终决定不再追究这起后宫 极为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 但通过这件事 后果却是显然易见的 汉景帝对闹事者丽妃遏制 对通情打理心地善良的王志 更加宠之 这次争离事件到此结束 丽妃为自己的冲动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为汉景帝对王志和丽妃 在人品上的认识 发生了质的改变 后来的事实证明 丽妃为此留下了一道致命伤 记得曾经看过这么一个幽默的谜语 谜面是星星怀孕了 谜底是月亮惹的祸 相信很多人听到之后都会捧腹大笑 那不妨讲一个月亮惹祸的故事给大家听听 咱们书界前吻 王志取得了汉景帝的信任之后 手中的屠龙刀再次描向了丽妃 对丽妃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 当然 他并没有直接跟丽妃发生冲突 而是不远千里去找了一个人 确切地说 是一个乞丐 王志找这个乞丐啊 并不是因为这个乞丐是丐帮的帮主或是长老 武功深不可测 找到他用重金收买 然后叫他夜深人静的时候 再对丽妃 这样的做法 应该是穷途末路的流寇做法 以王志的聪明才智 自然不会出这样下三滥的招数 这个乞丐 只是普普通通的乞丐中的一员 因为生活落魄 只能乞讨为生 但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乞丐 却是王志手中一张非常重要的牌 换句话说 能不能彻底打倒丽妃 就看怎么出这张牌 因为这张牌 隐藏着丽妃的身世之谜 据说丽妃的父母当年很是清品 刚刚结婚不久 丽妃为了生计下海去掏金了 结果这一去就如同失踪了一晚 毫无音信 直到第三年才回来 当然 她去的时候两手空空 而来的时候却是坐着宝马呀 马拉的车 一看这阵势 大家想必都知道 她肯定是发达了 发了财了 丽妃父亲却并没有在外面包情妇之类的 而是直奔老家去找自己的寒妻 屋子还是那间破茅草屋 妻子也还是那个妻子 但是家里边 却平白无故地多了一个婴儿 看着丽妃一脸的惊仪 丽母说话了 她说这个婴儿就是你女儿啊 丽妃父亲的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我三年没回来 怎么就会有女儿呢 随即好像明白了什么 突然一把掌锅在阔别三年的娇妻的脸上 并且质问 这个野种是从哪儿来的 丽妃母亲哭着说 她并没有做出不忠的事来 这个婴儿是因为一天晚上 她想她的时候 坐在外边看月亮 看着看着 月亮落入了她的口中 继而就怀孕了 那听到这儿啊 想必大家想起刘邦的蛟龙蛟构而生了 月亮起口而生 这有点像痴人说梦 打死丽妃父亲也不相信呢 最终 丽妃把风流的丽母赶出了家门 说得含蓄一点 我们可以理解两个人因情感不和而离婚了 再按现在的夫妻财产平分的原则 丽妃母可以得到丽家一半的财产 鉴于丽妇已经是一个爆发户 她离婚之后日子应该不会难过 因为她至少是一个富婆了呀 可是 丽妇走的时候 她却什么都不要 唯一的要求就是把那个月落起口而生的孩子带走 反正是一个野种 丽妇爽快地就答应了她的要求 说到这儿呢 想必大家都能猜出来 丽母孤儿寡母的 以后的日子可有得瘦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她含辛茹苦地把女儿拉扯成一个含苞欲放的少女之后 就撒手而去 无依无靠的丽妃并没有成为一个漂泊者 因为她有幸成了宫女 再后来得到了汉景帝的宠爱 这是史书当中的一段记载 各种真伪自然令人怀疑 且不说丽妇的月落起口而生 科学根据在哪 但我们早已从刘邦的蛟龙交构而生 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 古代的人 有时候为了身份的需要 往往杜撰编写 虚构一些神话般的事物 强加在某些人的身上 使其身份更加神秘 使其形象更为光辉 丽妃的月落起口而生 和王志的儿子刘彻日落起怀而生 有一曲同工之妙 至于王志的日落起怀 是不是山寨于丽妃的月落起口 这个我们同样的不得而知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总之丽妃到了宫中以后 因为家家有难言之隐 而且母亲已经去世 于是他干脆声称是一个孤儿 无父无母 无亲无友 典型的三无人缘 而汉景帝只在乎他的美貌 并不在乎他的家世 于是丽妃的家世 在宫中几乎无人知道 无人知道并不代表 真的就没有人知道 至少王志是知道的 至于他是怎么得知的 这个我们没必要去调查 我们只需要按理论来推算就行了 这个王志既然有心 要和丽妃进行PK 自然就会尽全力 去寻找对方的致命弱点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王志和刘彪派出的 大量调查人员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 脏不拉击的乞丐 说到这儿 想必大家已经猜出几番来了 这个乞丐莫非就是 没错 他正是丽妃的父亲 至于这爆发户 力富好 为何会沦落为街头的乞丐 我们同样没必要去调查 我们只要知道 人生命运潮起潮落 富负费费贫穷 变换无常 这就足够了 在乞丐眼里什么都不喜欢 就是喜欢钱 找准了乞丐的命脉 搞定丽妃的父亲 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于是长公主刘标 用一大把银子 把丽妃父亲骗来了京城 并且对她说了 说她的女儿现在正在宫中 荣华富贵着呢 并且说她愿意帮她来个认祖归宗 你只需要写一封信 给我证明你们的身份就行了